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总会今天就吃完饭了 然后再把这些花花草草来教一下子 这些花 一下子就 先生 好久不见了 怎么了 叔叔 我朋友刚寄了一箱山楂 你来尝一下 山楂 我还没见过山楂的 我觉得特别酸 我确实没见过山楂 这种小山楂 尝一下 好酸啊 是不是很酸 太酸了 我吃不了 该怎么做好呢 你要我拿来做美食吗 对啊 想让你尝一下做什么美食 我刚才尝了一个我都丢了 太酸了 要我等一下我再想一下怎么做 行吧 那我先放到那边 你把它全一个个想出来 行了 好了 现在已经全部弄完了 然后我呢 搞好了 九神 准备拿去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我去查一下手机 好 刚刚看了一下干净做一个山楂糕来吃吧 因为它酸的 我加一点糖进去就可以了 行吧 那该怎么做呢 就现在先把它这个底 把这个底部把它挖出来 挖开 每一个都挖 已经把它的这个底部全部搞好了 我要给它煮一下 倒下去煮吧 好吧 加点柠檬鸡 接下来 防止氧化就是 为了不要给它变颜色 我看可以了没有啊 我可以啊 用手来 滴的已经很烂了 把刚才煮的这些水要放一点进来 倒冰糖再来给它融化 这就把它里面的鸡全部给它捏出来 上面这个头要给它拉出来你看 里面这个根渣也要跟着出来了 全部搞好了 这要把那个破皮鸡拿出来 给它打碎 要把刚才煮它的那个水要倒进来 要不然搅不动它的 现在已经打好了 要给它 顾鸡杀杀 这个口感就会更嫩滑了 打好了 后来就要把它倒到刚才这个冰糖水这边了 看一下现在越来越粘稠了 好可以了 就放到一个玻璃碗这边 等一上它长行的时候就可以做长了 刚才那么一销紧的就一销一点 感觉花了好多时间了 做一道美食真的不容易 现在把它冷却是吗 冷的放冰箱 你看已经就完成了 现在要把它倒出来 切成一小块的 哈哈 多完美啊 哇九神终于做好了 哈哈想不到 你看你拿着那些东西就做长这样子了 感觉看起来很美味 对 试一下嘞 试一下 试一下 给点面子 好吃吗 上渣 哎呀好聪明啊 来吃 小五再吃 九神先吃 九神最辛苦了 好嫩滑 来吃一下 嗯可以的 嗯 松松甜甜的 对 大家觉得我今天就的这个三家糕也不一样啊 是不是很美味啊 看起来很诱人 打包一点回去给你妈妈吃吧 非常感谢九神啊 今天她特别辛苦啊 帮我做这个三家 帮你做了 然后你就拿回去给你妈妈 给 我们家九神留一点啊 我拿一点回去就行了 可以可以 拿回去给你妈妈品尝一下 谢谢九神 九神辛苦了 哈哈哈哈 不要老挖九神 等下我还要宅机 留你在这里吃饭啦 哈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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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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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